6月29日,北约组织领导人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高峰会 俄罗斯今年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,大大加速了北约组织的变革步伐 这次峰会,北约不仅正式邀请瑞典和芬兰入盟 还启动了冷战后首次预备军力部署机制 包括在成员国内预先部署军队并进行训练 在国内及他国伦港等 史托腾伯格代表北约向乌克兰做出承诺 拜登表示,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北约 他宣布将从陆海空全方面增援欧洲 包括在波兰建设永久性的美国陆军第五军总部 把部署在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美军驱逐舰 从四艘增加到六艘 增派两支F-35战斗机中队到英国 目前美国在欧洲已有10万军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过视频告诉北约各国领袖 乌克兰对抗俄国入侵的费用约为每月50亿美元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现代武器和资金援助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早